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宇童比歐娜 今天這支影片要告訴大家如何把自己的 台灣的YP帳戶匯款到國外的券商 那大家都知道 當我們今天海外券商的帳戶已經開完之後 要開始買入資產 要開始滾雪球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我們要先匯款到國外 那今天我會用國泰市華以及TD來去做一個示範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每家銀行不定時的官網或是APP 他都會去做一些更新 所以我們的影片都會不定時更新 讓大家獲得最新的知識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國泰市華官網的教學 首先如果我們今天要從國泰市華要匯款到TD的話 我們要先去零貴做一個約定的帳戶 那這個約定帳戶資料彙者已經幫大家整理在這頁投影片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把它截圖結下來 這裡的售款人的帳號 名稱還有地址 包含售款銀行的名稱還有地址呢 大家都是填一模一樣的喔 所以呢 你到國泰市華的零貴的時候 你只要就是照寫就可以了 那這一張錶呢 是國泰市華的網路外匯匯出的匯款申請書 你只要填完這張申請書 在後續呢 我們都可以利用國泰市華的網銀來去做這個匯款 好 那這裡呢 我們的國邊呢 就寫USA 因為我們是要回到美國 那必別的話 當然就是選擇USD是美金 那這裡的售款人以及售款銀行呢 大家填寫都會是一樣的 我們的帳號呢 這個就是TD的帳號 16424641 那名稱的話 我們就是TD的這個得美利證券 大家就是照填就可以了 售款人 銀行呢 也都是一招在上面來去做填寫 那這裡呢 你只要填寫完成之後呢 你大概隔一到兩個工作天 我們到國泰市華的官網 你登錄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如果呢 你在做約定帳戶的時候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你都可以詢問各家銀行的貴台人員喔 再來呢 告訴大家 國泰官網的一些範例 因為國泰官網呢 最近有做更新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國泰市華最新的官網登錄畫面 我們這裡要填寫你的身份證字號 用戶代號 還有呢 你的網銀密碼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 外幣存匯這個選項 在外幣存匯這個選項 記得大家一定要先去 零貴約定好帳戶之後 才可以使用電腦網銀操作喔 我們選到外幣存匯 接下來呢 我們就選擇 轉帳 匯款交易這個選項 那如果我們是在銀行的上班時間做操作的話 你可以直接匯出 那如果呢 你今天是銀行的下班時間 我們就用預約的匯款 我們往下呢 之後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選擇外幣帳戶 選好外幣帳戶呢 轉出帳號要選外幣帳戶 那我們的轉入帳號 這裡要選擇的是他行帳號 如果我們已經去零貴約定好帳戶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已經有一個下拉式選單 可以來去做選擇了 那我們下拉式選單呢 選擇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滑 往下滑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必別呢 就是選擇美元 選擇美元之後 它這裡非常貼心喔 它會告訴你 你目前美元的可用餘額有多少 那你這裡的匯出金額 就是填寫你要匯出的金額就可以了 再來入帳方式呢 我們有兩封電報 以及一封電報的入帳方式 那這裡會建議大家選擇全額入帳 原因是因為當今天呢 我們要匯款到國外的時候 其實呢 中間會有一個叫做中轉行 那這個中轉行呢 它會有一個內扣手續費 18到20美元不等的一個費用 那假設今天呢 你是要匯款1000元美金到TD的話 你今天只要選擇兩封電報 它就是1000 匯過去就會是1000塊 但如果你今天你只有選擇一封電報 因為中間的中轉行 它會有一個內扣手續費 所以你實際到帳的金額呢 可能是980塊 它一定會是少於1000塊的 那這裡呢 會建議大家就是選擇兩封電報 你多少錢匯過去就會是多少錢 好 那目前呢 國泰士華呢 兩封電報 如果你是用網銀來去做操作的話 我們的手續費是800元 那如果你是零貴來去做申請的話呢 手續費是1100元 所以這裡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減少我們這個手續費的成本的話 大家可以趕快去做一個約定的帳戶喔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是手續費的扣款方式 這裡會建議大家就是扣款台幣的帳號 因為呢 如果你扣款同帳號的話 你就必須要預留一些美金在你的外幣戶頭 你就不能夠裡面餘有多少你就會過去 而且因為呢 我們會有匯差 還有中轉行的這個手續費 如果你選一封電報的話 所以呢 這裡會建議大家我們的手續費就是扣台幣的帳號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往下滑 往下滑呢 我們有一個匯款的分類項目 這裡呢 我們要選擇2 2呢 是本國資金流出 這裡呢 就請大家照實填寫就好了 因為呢 你要匯款到美國 你是要買入資產嗎 我們不是做壞事啊 所以呢 我們就只要照實填寫 那匯款分類呢 選擇262 是投資國外的股權正確 再來呢 的匯款時間 這裡匯款時間 因為我在截圖的當下 剛好是銀行上班時間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即時匯出 那如果你是飛上班時間呢 我們就是用預約匯款的方式 下面呢 是匯款附言 這個附言呢 非常重要 請大家要特別記得喔 我們的匯款附言呢 寫的是你的TD的九碼帳號 九碼帳號 寫完之後呢 你可以用一個斜線 這個斜線呢 後面寫上你的英文的全名 那這裡英文全名呢 就是你護照上面的英文全名 記得不要有任何的標點符號 我們就是用空格來去做隔開就好了 所以大家呢 就是記得附言要寫你的TD九碼帳號 然後再加上你的英文全名 中間用寫線來去做隔開 這樣子他才會知道說 你這一筆款項是要匯給誰的 接下來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滑 往下滑呢 有一個以審閱並同意接受 我們這個地方就打勾 打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下一步 那你基本上呢 你就已經完成了這個轉帳的步驟了 但是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今天要匯款到TD 只接受本人的帳戶會管到TD 所以今天假設你要匯款給你的家人 這是不同人的帳戶 這樣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你的家人要匯給你 那同樣也是不接受的喔 所以這裡要特別記得 我們只接受本人帳戶轉本人帳戶的TD 那這裡呢 有可能有同學有想要詢問說 如果不小心上面有資料寫錯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不用擔心你的錢不會不見 他可能就是去海外這樣繞了一圈之後 又回到你的戶頭 但是你的這800元的手續費就會被扣掉 所以建議大家呢 你在要匯款錢的時候 可以務必呢 仔細檢查之後再按送出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國泰世華手機APP的範例 這樣子呢 為了大家要匯款的時候 直接用手機來去做點選就可以了 會方便很多喔 那接下來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國泰世華APP的範例 同樣呢 你要先登錄好你的帳戶 登錄完帳戶之後呢 我們看下方有一個更多 我們選擇更多 選擇完更多之後呢 我們往下滑 往下滑呢 你可以看到其他的選項有一個前往網銀 按下前往網銀之後 你就可以來到網路銀行的界面了 我們到網路銀行之後 按左上方的三條線選單 按到選單之後 選擇外幣存匯 外幣存匯 點開來之後 我們選擇轉出交易 再按一下轉出交易之後呢 我們就選擇呢 轉帳 匯款交易 接下來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界面會跟我們電腦的網銀看到是一樣的 所以後續的操作步驟 就會跟網路銀行的操作方式是一模一樣的囉 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手續費的扣款範例 這個手續費呢 因為我用的是網銀 所以是收800元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呢 是台灣時間1月17號的晚上來去做預約匯款 它實際呢 扣款時間是隔天 台灣時間的1月18號扣款 那因為呢 我們匯款到TD TD也是需要人工作業的 所以呢 我們這裡會需要給TD一些時間 我呢 去查帳的時候發現呢 他在美國時間的1月18號早上 他就已經入帳到TD帳戶囉 那TD要怎麼抓帳呢 那我們往下繼續看吧 TD要怎麼查匯款明細 你先登錄你TD的帳戶 登錄完之後呢 記得這裡用的是電腦喔 是用電腦 好 我們呢 進入TD的網頁版之後 選擇我的帳戶 然後再選擇交易歷史及對帳單 底下有個交易歷史 按下交易歷史之後呢 我們這裡就可以看到你的交易類型 你的類型 你可以選擇所有交易類型 然後我們有個時間的圈接範圍 你選擇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查看 那你往下滑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英文字母 WIREINCOMING 這個呢 就是匯款進去 他就會寫著這個項目 因為TD也需要人工作業 通常是隔一個美國工作天的時候錄帳 所以這裡呢 可以請大家就是大概等2到3個工作天 而且呢 你是禮拜五晚上才去做預約的話 會建議大家你下週的時候再看 你需要有多一點的工作天的這個等待期 那通常2到3個工作天 如果你發現 你的錢怎麼都沒有錄帳 這個時候請你趕快聯繫TD的客服喔 免費的客服專線也幫大家 整理好了 0800666756 就請大家可以聯繫TD 然後詢問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國泰釋華 官網更新 還有手機APP的教學 如果呢 你還想要知道更多 可能不同家券箱的匯款方式 還是說其他家銀行的匯款方式 你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呢 你也可以在底下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如果有很多人都有類似不清楚的地方 也許未來呢 我們會不定時的推出新的教學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了 掰掰